一个人会有无限的遐想 倘若都想要如愿以偿的话 那就必须得获得万人之上的权利 也就是成为皇帝 正所谓光说不练甲靶时 天上不会白白地掉下馅饼来 所有的辉煌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行动 而丁兴来就是靠自身的实际行动 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那么丁兴来是如何坐到的呢 他又经历了哪些困难呢 不同于寻常皇帝的是 丁兴来是一位盲人皇帝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不慎感染了眼疾 再加上他又没有及时治疗 所以就导致双母失明了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丁兴来不仅学过算命 而且还曾参加过龙门道观音门等多个组织 后来又辗转成为了道德金门的一员 而在成立新中国之后 这些邪道组织就到处宣扬封建腐朽思想 甚至还在多地掀起了大规模取缔道门的活动 为了能够和新中国对抗 道德金门还专门建立了道德金门开国军 此外 为首的雷金安还自封为皇帝 还在内部授予了元帅军师等职位 并发动了叛乱 虽说道德金门在这场叛乱中殊死一搏 但他们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而道德金门失败之后 道德金门中的骨干成员都被判以了急刑 由于当时的丁兴来 只是道德金门中的普通群众 所以丁兴来被判处了五年的牢狱之灾 丁兴来在出狱之后依旧贼心不死 想要光复道德金门 于是丁兴来就秘密联络道德金门的残余分子 此外 由于丁兴来所在的大别山人际罕至 当地村民的知识水平都比较低 因此丁兴来略是一两招 江湖骗术就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 更为可恨的是 丁兴来还打着看病 以及过先期的幌子骗见了55名妇女 等到1981年时 丁兴来如愿登基为帝 在后续的时间里 丁兴来又接连举行了至少四次的登基仪式 每次登基仪式完毕之后 他都至少要和三名以上的女子休息 而当丁兴来被捕之时 他后宫的嫔妃人数已经多达55人了 而且其中有的女子才十几岁 可见其行径有多么的恶劣 但是最可悲的还是无辜的老百姓们 丁兴来统治期间 他们都非常信任丁兴来 从来都没有对丁兴来有所质疑 然而没想到他们供奉着的皇帝 居然是一个满口谎言的大骗子 想来也是可悲啊 不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